海峽夢之塔的28樓是這裡 有結緣神社啊 然後愛心所強 29樓是餐廳咖啡廳 那晚上就是剛剛看那個什麼居酒屋吃到飽的應該就是在那層樓 這裡是海峽夢之塔 然後全日本有規劃出很多個獵人聖地 那其實有很多觀光客啊 他們都是會為了想要去這樣的地方拍照 那通常獵人的聖地都是一些也是居高臨下的絕景 比如說像什麼寒管山啊之類的 只要是看夜景的地方 很多都是這樣的 那這個是 公本五丈 佐佐木小太郎 佐佐木小次郎 夏光海峽 這邊拍起來比30樓還要清楚 因為它這邊鏡子是平面的 那剛好就是夕陽夕下的時候 然後它有一些歷史典故啊 比如說 那個原家跟平家最後的彈之普戰役 都會寫在這邊 都會寫在這邊 可以坐在沙發看 需要拍合照嗎 好啊 那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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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